大家好 來到息责環節 今集找來嘉賓林Sir談一談 林Sir 你好 Hello Hello Herman 中美醞釀新一輪的貿易戰 令到近來美股大起大落 與此同時連債市都有同樣的現象出現 真是要問一下林Sir 為何股債都會這麼大上大落 債市不是應該比較平穩嗎 債市相對股票 是會比較平穩的 不過今天帶來多一些研究和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發現了 美國其實在於有錢的 最有錢的0.1%的人 或者1%的人都好 他們的資產集中比率是比以前更加上像 就是有錢的人持的資產就越多 而那些資產可以是債券、股票、遊艇 或者很多貴金屬 但是稍為平穩 或者資產值沒有這麼多 那8成的人 那8成的人持的資產 其實總佔比率越來越少 這個現象為何和股市大跌有關呢 因為想想想如果以持有較為多美國國債或者美國股票 最多那些人的人數來計算呢 他們是少了的 變相呢 一旦股市下跌 而有興趣掛盤承折美國國債 或者一些奢侈一些的投資物 或者貴金屬的人呢 他們的數目少了 或者排出來的盤稀疏了 就導致那個投資物一旦要跌 它可以跳價式下跌 而這件事呢 其實就真的在2020年的3月發生了 你已經2020年3月的跌幅呢 股票其實就不止跌價 是直接是懸崖式下跌 暴跌 這件事已經見了在近期的很多股價 或者油價 或者很多的價格上面了 那美國國債其實都見到 那其實主因就是因為 參與這個你這樣說 股市買賣或者是油市 或者是投資買賣的人 其實相對上是少了 那未來我們展望都是 這件事會持續 還有美聯儲它大方向都是會印鈔 不過印出來的錢呢 我們相信未必會集中在 全部美國或者全世界的人分享到 很可能都是集中在一小撮的人手上 造成富者月富呢 反而投資物會更見波動 那這個美國債市的情況呢 究竟大上大落都是有多誇張呢 如果以3月來講呢 股票比呢 就是股票其實以如果 譬如15%波動 對於股票來講就不算很多了 但以債市來講呢 一個月動5%已經算很多了 那至於債市波動也都想說說 除了因為排盤的人減少了 另外一件事是因為市場 其實在3月終於進入了撕倒的情況 就是怎麽為之撕倒呢 就是聯儲局呢 聯儲局呢 而聯儲局呢 再引錢都沒有用 那因為當初呢 參加美國國債的人呢 主因都因為參與者少了 而參與者少了會導致什麽呢 發覺在3月呢 那些錢是最後年 短年期的美國國債 都有些人不要 或者變成了那個抹價呢 就是買入買出價呢 是提高 買入買出價提高 就是抹價變寬呢 是代表其實市場參與者 開始減少的情況嘛 相反呢 長年期的美國國債呢 就多人追捧 其實3月最後呢 那些錢是不單是美國國債 而那些錢是最後湧上去 長年期的美國國債 而短年期的美國國債呢 都要捱沽的 那爲什麽會出現這個情況呢 因爲3月美國聯儲局呢 減息減得很厲害 其實減息呢 是預表對未來的通証率呢 預期向下 而大家知道債券的價格 是依賴著 未來這麽多次派息加 臨尾回本的價值 的折染現值 即person value of它未來派息的一個價格 那在未來通脹值 預期大幅下降之下呢 其實那些短年期的債價呢 它們的波動呢 就相對呢 雖然少 但是呢 長年期的債券呢 就變得更加吸引 因爲它們有固定派息 而呢 那個折染值呢 是大幅縮減之後 導致它們更加吸引 那麽所以你看到生股的現象呢 因爲市場參與者少 加上資金流動性不足 最後那些錢呢 就跳了下去 長年期的美國國債 就導致到某部份美國國債 例如它代表的ETFI 就是代表7至10年期的美國國債 其實它們的價格呢 最後呢 就是收不住沽壓而下跌 那債市其實波動性大增呢 主要兩個原因呢 剛才就分享了 是的 國會 因爲美國國會那邊呢 抗疫他們都有資金需求 所以上個星期美國財政部 已經發了一批新的國債 下個月又有的 還有那個規模都是大了的 這一批新的供應 會不會都令到債市的供需 是有點扭曲的 其實債市扭曲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爲聯儲局 因爲債市呢 其實很多的買家都是銀行 或者投資銀行 而其實他們很多 其實因爲美國正在行零利率政策 或者有些人更加說還不定負利率 那換言之呢 其實透過聯儲那個貼現槍呢 美國的銀行是可以拿到 更容易拿到資金 拆借到資金 去向美國政府購買回美國國債 從而完成 即是俗稱印銀子這個過程 那我相信美國下個月 或者接下來的時間 都很推出國債呢 那都可以全數地 這樣是充足營購 也都是聯儲局這麼充足的支持 加上它說 現在不止國債呢 連一些 原本在3月底 3月23日之前 只要你23日之前屬於投資級別 現在就算跌到 Long investment grade 即是非投資級別 它都會為這個 Fallen angel墮落天市 都照樣舊的 因此呢 我相信 我相信 接下來這一兩個月的 國債拍賣 依然搞定 充足購買 也都暫未見 會對市場 引發一個大的波動 我相信引發波動的主因 應該未必是這一方面 好的 謝謝林Sir的分析 這次色賺都來到你了